市醫師工會合唱團入場 請大家給予熱烈掌聲 市醫師工會在2011年 由林鄭泰理事長上任之後 造集有合唱有興趣的人 在2011年正式練唱 2012年林鄭泰理事長就號召了 南部幾個縣市公醫師工會的合唱團 共同舉辦今天像今天這樣子的 聯誼合唱的演唱會 所以高雄市對於合唱推展非常的積極 那同時他在這幾年當中 團員人數增加非常的多 現在有團員50名 我想是在立志工會裡面 團員算是非常多的 那下面我們來介紹他的曲目 我們今天演唱一首 台灣 這是2003年文化總會 基於唱自己的歌的精神 舉辦所借的歌曲 入選的歌曲 那他是由蘇玉修作詞作曲 然後編曲是蔡宜山老師 第二首是春水 第三首城南送別 第四首 Hallelujah 下面我們歡迎王清成理事長 幫我們做一些支持跟介紹 各位嘉賓 各位嘉賓大家午安 前一陣子看了一個報導說 歌唱可以延緩老人痴呆 也可以長壽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 在台唱歌人都可以長壽 也可以 老人痴呆 環子老人痴呆 那我想我們公會 是在1001年成立了合唱團 那到現在的話 有五十 差不多有五十多人 五十多人大概是超過三千歲 不過看起來的話 不像三千歲的一個千歲團 因為在我們以清老師的指導下 非常的活潑 大家都變得非常青春 都變成非常的快樂 那我想我們公會 就是在黃河東總幹事 還有以清老師 還有凱嫻老師之代表下 直接的著轉到現在這麼大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真的是謝謝我們三位 還有謝謝我們所有團員的辛辣 我想我們今天來是一個觀摩 把我們一時公會合唱團 一年來努力辛苦的結果 來跟大家來共享 我想這並不是一個PK賽 大家心情快輕鬆 大家度過一個快樂的一個週末 我想這是最主要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的話 我想在這裡的話 我們還要謝謝我們的班長 有董金山 有董金山 董班長 還有我們的 蕭瑞隆 蕭班長 還有施首良 施班長 因為他們的努力 還有加上 河東的努力 河東總幹事的努力 我們高雄市一時公會合唱團 不只是一個合唱團 而是一家人 一家人 那大家 我們知道 醫師都非常辛苦 大家只是利用空閒時間 一起來練習 其實看起來很辛苦 其實這是施壓的一種方式 也是陶冶我們的生活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 我們高雄市一時公會的合唱團 就像一家人 所以這是我們最大的特點 那我們今天就請大家來 共同來欣賞我們一年的成果 我們把成果獻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謝謝